中国大陆的防火墙之父方斌兴最近过生日 他在生日那天收到了网友们的注词 不过都是充满了讽刺和挖苦 网友说因为深受网络封锁信息不自由之苦 但又无法改变现状 所以一股怨气就发在了方斌兴的身上 7月17号是方斌兴的生日 不少中国网友发信息挖苦讽刺 网友爱学习的范桶说 方斌兴校长服从自己的良心 忍受大众的侮辱 方校长配向天国的永生 还有网友高唱 没有方斌兴就没有防火长城 当天晚上方斌兴担任校长的 北京邮电大学网站也遭到攻击 虽然很快恢复正常 但网友已截图并上传 截图显示网站首页被替换成 GFW不灭 明年我还会来的字样 更让网民愤怒的是 《环球时报》今年2月报道 方斌兴家里电脑有多达6个虚拟私人网路 他自己可以借此翻过自己参与设计的网路防火长城 在国外不受翻墙之苦的民众也在关注着在墙内受困的大陆网民 澳洲节目《饥饿的野兽》主持人马克芬内尔 特别在他的节目中播出了一个动画制作 批评中共的防火墙 中文字幕《饥饿的野兽》 马克芬内尔说的第二道墙是关键字的遮罩 他提到天安门 法轮功 西藏 达赖喇嘛 还有BBC中文网 维基百科等等都遭到遮罩 他认为这些都源自中共建立的自我审查制度 尽管中共防火墙如此强大 马克芬内尔说每天都有墙内的民众用翻墙软件 翻到海外网站浏览自由信息 马克芬内尔甚至还认识中国网络神兽草泥马 新唐人记者林立 李静 吴慧珍采访报道 这是čрам的啦 示茦看这些什么 材料赏喇嘛 达赖喇al